今天我要在府上宴请王老板 这可是个大事啊 现在人马上就到了 你都安排妥当了吗 放心吧 少爷 就没有我龙傲天解决不了的事了 你这个龙傲天也不像管家的名字 只是平平无奇的名字罢了 我相信少爷的名字 才真是不同凡响 我叫刘不苑 很特别的名字 这特别吗 从今往后 我龙傲天要誓死守护刘不苑 这个龙傲 怎么总感觉你更像少爷 少爷说笑了 你我主仆二人站在一起 旁人一眼便能看出 谁是少爷 那是自然 那既然老管家特意安排了你 想必你一定有不少过人之处吧 非也 我患有胃病和幽病恐惧症 我对女人过敏 身上还会散发出淡淡的 烟草味 这全是少爷的同病 少爷 待会儿想用什么茶 龙井 王老板最喜欢的就是龙井 怎么了 不是 就按他说的办 好嘞 奇怪 我明明对女人过敏的 可是对这丫头怎么去 心里活动就不用说出来了吧 哎呦 王老板 我要两成利就已经不赚钱了 什么 欧阳家只要一成利 欧阳家他平 王老板 你刚刚说过的话被我驳回了 我不 我不仅要两成利 现在还要多加两成利 记住 这是通知 不是商量 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 你有点让我恐惧了 王老板 哎呦 实在抱歉 刚刚是管家不懂事 我 什么 让我家少爷 接电话 是不是搞错了呀 我就是少爷呀 不不 我才是少爷 我 我 你好好跟王老板说 市昌啊 你礼貌吗 我是真心的想要四成利 你这毫无技巧 好的 谢谢 这就同意了 同意了 我跟欧阳斗了这么多年 少爷小心 怎么回事 刘波 你敢抢我欧阳的生意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欧阳 这消息走得也太快了吧 我 我 你是不是打错人了呀 我才是少爷呀 那花不值钱吧 少爷 你的头 我头怎么了 破皮了 破 你这一惊一乍的 你吓不吓人 不 不 不 少爷 我在这儿呢 少爷 我在这儿呢 少爷 我们再把人给招来 欧阳 你触碰到了我的逆鳞 真没事 我顶多就留个疤 你竟敢让留疤 留海留疤 骼 一事 虽然是 �� 水